大家好,我叫张嘉惠,欢迎来到Lernabee 谢谢你们登录参加这个Webinar,叫做生意转型是云端科技 我们有颜凯田小姐跟我们分享关于生意转型是云端科技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by Cloud Technology 所以今天我们会cover的主要来讲就是Zero Accounting Software 因为现在世界上其实有很多Accounting Software 不管是以DesktopBase还是CloudBase都有 所以我今天就会分享给你们知道为什么你要选择Zero或者Apps 然后云端会计有什么好处 因为它可能会是数据安全性、Zero的特点 然后它会帮你重塑你中小型企业的那个系统 再来的话,Zero也可以帮你们快速的去处理你们的工作 像是今天你讲 今天可能我今天有一个Expenses Claim Petro Claim还是Entertainment Claim 如果我今天要把这张单就是Key in进去你的Software的话 其实你就是拿起手机打开Zero的Apps 就是因为它是很多地方都可以Access的 不管你是用电脑电话都可以 然后我们会给你讲一般中小型企业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然后通过肌肉你们转型过后对你的生意有什么帮助 再来的话呢,这个Software其实也是很低成本的啦 因为还是Miley Chargers的 要知道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政府 他们有权利追查回7年内的所有Income Tax 假设讲今天是2019年嘛 其实他们有权利追查回到你们2012年的那一个所有的Documents 他们可以来看你是不是真的有报对税啊 所以当今天你有肌肉了这个东西的话 它的全部盘你可以就是upload在你的那一个Key in的营幕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Bank这边有多少钱Bank有多少钱 然后你Gero Accounting有多少钱 然后你可以做Bank Reconciliation 就是看它为什么会不一样咯 再的话你也可以看到你其他的Accounts有没有钱啊 然后8月的9月的Total Cash In Cash Out是多少 In了多少、Out了多少 然后再来的话呢,这个就是Invoice All to You 就是你们有欠什么钱啊 还是谁欠你钱 Bills Need to Pay就是你们要还什么钱 跟Invoice All to You就是谁欠你们钱 然后你点击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有什么单据了咯